好,切換畫面 3、2、1 好,那 所以你可以發現 你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外面會包這個白色的邊 包白邊表示 程式有在執行 好,程式有在執行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欸,你會可能做好程式 你可能,比如說這樣子 好,你點濾行之後 然後你說,欸,你可能動作比較慢 沒看到,可是他已經執行完了 所以那個白A就沒有了,對不對 你就會想說,怎麼沒有在動 沒有在動,你就看這邊 程式到底也沒有在run 這樣子就是沒有在run 或已經run完了 那run完了的話,你就要檢查 為什麼會這樣run完了 所以就是,原來是重複忘記把它包起來 這樣他就會一直練 好,所以檢查程式大概要 這幾個方式去處理 好,那麼接下來 既然我已經可以控制到外面世界了 那我們來做一點好玩的東西 好,現在要開始上公益課了 好,各位先把它斷線 斷線 然後呢,接下來呢 我們後面那個 先到那邊有回文針 請你先拿兩支回文針 好,兩支回文針 好,然後呢 先把一支齁,其中一支 先把它套起來齁 然後直接插在 直接插在那個GND GND知道嗎? GND就是接地 GND這個板子上面有三個 這裡一個 GND 這裡兩個 GND 這三個都是同一個洞 好,那接地就是那個 電池的後面 屁股 就是負電 好,那個叫接地 電池的屁股 那邊就是接地 好,所以你把那個 回文針直接插在上面 好,你把它直接插在上面 然後呢,另外後面 後面那個 剪刀 那一堆剪刀旁邊 有很多這種線 有沒有 這個叫擔心線 擔心線 請你剪大概十公分 十公分 不用那麼長 十公分就可以 然後把頭跟尾的皮去掉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齁 頭跟尾去掉大概0.5公分的皮 就可以了 0.5公分 不用到一公分 0.5公分 把它扒皮 用那個斜口前 扒完皮之後呢 把它插在A0 其中一端插在A0就好 A0這邊 好,那個擔心線插在這個地方 好,然後回紋針插在這個GMP或這個GMP 好,各位開始動作 好,所以我們觀察這個啦 當你這條線啊 如果碰到這個回紋針 碰到回紋針的時候它會降到0 然後你沒有碰到的時候 它又會再亂跳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 原來 這樣子就可以當做一個開關 那使用的情境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把線拉出去放到學生的桌上 然後 只要這 就是 這兩條線拉出去 然後就各做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巧拼有沒有 巧拼中間 你就把它貼 鋁箔紙 好,就是 一個貼在裡面 都貼在裡面 各一片 然後如果那個巧拼碰在一起 它不是就會倒電嗎? 就跟現在的原理是一樣的 如果學生不按 它就要分開 所以中間要放一點彈性的 類似海綿的東西 給它放一條 放一條這樣 讓它 有壓的時候可以碰到 沒壓的時候可以彈回來 好,這樣就是一個大型的開關 好,那我們就來寫一下程式 好,假設 假設我這是一個防盜器 那防盜器就是 這樣子碰到的時候 它就是窗戶關起來 代表安全的無語 那如果分開了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會變大 對不對 代表窗戶被打開 好,那我們就可以來做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好,那這個A0在哪裡呢? A0的數字在這邊 第一個 Value of sensor A0 就是A0的值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小箭頭 點下來看一下 這八個 這六個都可以是數位輸入 然後有兩個是 這六個是類比輸入 然後有兩個是數位輸入 有八個輸入可以用 好,那我們現在用的是A0 所以我這裡就挑A0 好,我現在就來偵測這個東西 那我要做什麼呢? 好,控制裡面 有一個叫如果否則 有沒有 好,如果否則 所以它有兩種情況 兩種情況 好,我如果呢 它變成0 剛剛如果變成0對不對 如果變成0 表示說窗戶是關起來對不對 好,那我就 就在外觀顯示這邊 這邊有一個說 我就說 現在安全 好,這個可以打字進去 好,那如果說 好,如果它是小 就是不是0的狀態 那我就怎麼辦 我就說 有小偷進來 有小偷進來 你還可以發出警報聲對不對 警報聲 聲音這裡 聲音這邊可以播放聲音 那這裡有一些內定的聲音 然後如果你要一些內定的音效 這裡聲音 這個角色必須先有聲音 先有台詞 所以我先匯入一個簡單的聲音 它裡面就有一些特效 好,我們用一個人聲 Human 好,它匯入一個聲音 這個角色有聲音的台詞之後 你程式才可以寫聲音 好,那所以我就播放聲音 如果有小偷進來 我這個小baby就要哭 好,那可是啊 這一個,這是一個數字 這橢圓形的積木是一個數字 那這裡是一個六角形 這裡應該是要用判斷式 所以你要判斷這個東西 那所以這個是數字不能放進來 放不進來的 所以你要用一個運算 好,那我們剛剛說要等於0對不對 好,所以我把這個放進來 然後這裡打,直接打0 好,只有在這個數字等於0的情況 我就會說現在安全 那如果窗戶被打開了 我就會說有小偷 然後小baby要哭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喔 這樣子 我先執行一次 各位看一下什麼狀況 點一下之後 好,它執行一次之後 就沒有亮了 對不對 全是就執行完了嘛 這樣對嗎 通常偵測 通常偵測 偵測喔 偵測的事情 如果你要它一直在背景偵測的話 我們都會加一個重複指示 它要不斷不斷不斷的偵測 不是做一次就結束 好,這樣就是一個防盜器 好,我們來試一下 當我點歷息的時候 好,我現在衝後關起來 它等要我小便去敷 好,你看關起來之後 它是0 0就會說現在安全 好,現在是0喔 它就會說現在安全對不對 對 那我放開 腳偷進來 這樣 好,現在不是0 好,那我再放 我再關起來 好,現在 後面的線掉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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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沒有 只要它有跑到鱘 它就會說現在安全 那如果放掉 雙目打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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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各位試試看 有烤肉就知道 這鋁箔紙 是用來包魚的對不對 包那個絲瓜 可以拿去跑 那這個鋁箔紙有兩面 像這一種的它會有兩面 那好像每一家廠牌不一樣 那這一家廠牌它是 亮面的這一面是不導電的 但是那個霧面的這一面是會導電的 所以這樣子你就可以做一些大型的裝置藝術啊 或是大型的按鈕之類的 然後可以跟你做步道 好 那 所以我們當初就是用這樣做出屠龍刀 來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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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龍刀 那下面這個地方我就會直接接電線 然後就拉到這個板子裡面 這樣子就是屠龍刀 因為你手摸的地方 我們不要它導電 所以我們會用那個 絕圓膠帶把它包起來 電器膠帶把它包起來 這樣就可以玩了 那還有像這種 那個廚房在用的鋁箔紙也可以用 這種比較厚 比較厚的 後面是那個紙板的這一種 這個也可以用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大型的按鈕 其實就是瓦潤板 這是瓦潤板 只是你把裡面 就是貼剛剛那個鋁箔貼紙 把它貼好鋁箔貼紙 然後中間你為了要有一點彈性 所以我在這邊加了一點海綿 這個海綿是那個 過濾那個水族香水的那種海綿 或者是你用那個 去買水果的時候 買水蜜桃那個旁邊那個海綿 可以留下來 就貼個幾條讓它有彈力 就是到時候兩個放在一起啊 又可以隔開鋁箔紙 然後壓下去又有彈性 可以回來的這樣子就可以了 你把這兩個貼在一起 它就是一個大型的按鈕 壓下去就會導通 放開就是不會導通 會躺回來 這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大型的按鈕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應用的 可以應用的 那就會 那你的世界就會很好玩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東西叫做模組 因為其實用電子零件 如果你本身不是學電子的 你會覺得說電子零件很可怕 那電不知道怎麼接 接錯會不會燒掉怎麼樣 或者你也搞不懂那個規格 可是呢 這個Arduino它為了讓一般人能夠學習 所以它就把那個東西都設定成 把它設計成模組 那設計成模組 就會讓你接線比較好接 那這個沒有做防呆插座 這是一般的最醜窮的便宜的 這個是按鈕模組 然後這個是那個微動開關 那其實也是一個按鈕 也是一個按鈕 我們那個電梯裡面用的就是這種東西 電梯的門啊 碰到你它會自動收回去有沒有 裡面有這個微動開關 或者什麼東西 什麼走到哪裡會自動停止 因為它碰到這個微動開關 或者是那個機器人碰到牆壁 會轉彎有沒有 它就是微動開關 那這個都屬於開關的 開關類的 都屬於開關類的 那像這種模組啊 它都會有一些 有一些通則 使用上都會有一些通則 我們舉例 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Google很好 查什麼都有 看一下這個 這些都是模組 那像這一種有做防呆的插座 這種就不會插錯 就比較不會插錯 但相對應的你的版 你的那個擴充版 也要有防呆的插座 也要有防呆插座 那通常模組啊 都會有這 你可能買到的會是三隻腳 四隻腳 那不管你是三隻腳 四隻腳的 裡面一定會有一個5V 有一個G 這個就是通電 這個模組要工作 它需要電 那需要電的話 5V就是正電 G就是負電 就是電池的屁股那一端 所以這兩個是一定要通電 就是這個要5V就是接到V 那G就是接到GND 那有的會 有的會寫 有的5V這裡會寫一個V 那有的會寫VCC 有的會寫一個加號 正號 好 那個都是正電的意思 那你就把它接在Arduino的V 然後G呢 就是GND 它有的會寫一個G 有的會寫GND 有的會寫一個減號 因為這種模組 其實都是對岸生產的 然後很粗修 所以它每一家標示沒有統一 那除了這兩隻接腳之外 另外就是 如果只有一隻 那就是訊號腳 那如果有兩隻呢 就可能這兩隻是訊號腳 其中一隻是數位的 其中一隻是類比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這兩隻接對了 另外一隻隨便接都可以用 只是一個是數位的方式 一個是類比的方式 那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解釋 好 那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到前面 先來拿一個按鈕 不只是微動開關 因為數量不夠 所以有人拿到可能是按鈕 有人拿到是微動開關 然後 還要再拿一條彩虹排線 這個 這個叫彩虹排線 那你拿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用3PIN的就好 所以你拿那個有3PIN的就可以了 超過沒關係 不夠的話就要拿兩份 就是反正至少要有三隻腳可以接 就一個開關就可以 然後一條3PIN的線 好 那我把它放到後面 好 好